春節連假第一天 台北車站湧入返鄉人潮 台鐵光是小年夜這一天 截至早上十點 就已經有將近十萬人次購票 而高鐵截至早上八點前 整個春節輸運期間 已經有超過一百三十億萬人次購票 下午高鐵台北站南下月台 更是被擠得水泄不通 而在國道的部分 高工局建議明天除信 如果民眾要自行開車南下 最好中午過後再出發 避開尖峰時段 月台上人潮滿滿滿 全是要南下的旅客 迎接春節年假 民眾拖著行李箱 大包小包搶搭高鐵 整個月台幾乎站滿人 好不容易上車自由坐車廂 座位幾乎全滿 沒搶到座位的民眾 只好拿著行李站在走道上 廉價第一天 不止高鐵出現返鄉潮 台鐵也湧入大量旅客 火車終於近站 民眾依序排隊上車 雖然台鐵人潮看起來 沒有高鐵那麼擁擠 但還是有民眾直呼 票很難買 今年很難買 對 現在要買都買不到 其實回桃園很近 有提前買票 不然他搶不到 班次安排上 也是有去做一些規劃 感覺上就沒有像以往那麼急 根據台鐵統計 截至小年夜上午11點 春節輸運期間 全線對號列車售票張數為90萬張 平均售票率約5乘2 至於高鐵在整個春節出運期間 截至20號早上8點 已經有130億萬3千人次完成購票 而開車的民眾注意了 廉價第一天 國道就發生兩起事故 常常車流毀堵 動彈不得 20號上午9點 國一台南麻豆路段 發生轿車翻覆事故 車流一度毀堵3公里 幸好車上三人送醫沒有大礙 不過下午4點多 國一南下岡山路段 又發生多部自小客車追撞意外 車流毀堵約4公里 高工局預估 除夕一塞車的路段 包含國一南向 陽梅到新竹等路段 國三南向土城關係等 以及國五南向 南港系統到頭城 提醒民眾若除夕才要南下返鄉 最好中午過後再出發 避開尖峰車場 既有台北綜合報導 平東一名女學生 原本跟阿公說 要去市區找同學 結果搭錯車搭到了台北 趕緊打電話向阿公求救報警 而事後發現原來家人 本來是想讓女學生學習獨立 結果搭錯了車 變成了半環島 索性在警方 還有客運司機的協助之下 順利將女學生給送回家 客運開回屏東 遠景立刻過來 見女學生下車 早就在現場等待的阿公 也快步走來 祖孫面對面重逢 總算能鬆口氣 外出搭錯車竟然一路去了台北 剛才他們兩個在那邊講話 是一個女生 時間回退應該只是到屏東市 怎麼人到了台北 女學生自己也好慌 那北文段那邊 在那邊攔到我們的駕駛 他是說他搭錯車了 來到了台北 那現在不知道怎麼回去 17歲女學生意外迷航環島半圈 當天7點半出門 說要到市區找同學 卻似乎上錯車 發現時已經一路北上 下午1點到台北 和阿公求救 遠在屏東的阿公求助警察 南北聯繫 終於晚間11點回到屏東 在台北人生地不熟 可運駕駛機警協助回家 根據了解女學生 發展比同學慢 但平常家人就訓練獨立自主 女學生自己也很爭氣 上下學都能獨自搭車 這回意外搭錯班半環島 來回16個小時 還好客運遠近起立幫忙 當天深夜返家結束 今魂季 記者蘇世偉屏東採訪報導 春節假期 不少民眾開車出遊返鄉 免不了要找停車位 在高雄有民眾發現 沿城區的一處停車場 當日最高的停車費 竟然要2000元 直說很誇張 實際詢問業者 原來是為了要防止一旁攤商 停車一停就是好幾天 而交通局則是回應 業者在年前就提出了 漲價需求 已經核卷 所以沒有違法 過年期間不少人會開車 出門遊玩 不過一味難求 也讓大家很是傷腦筋 而現在就有業者 推出當日最高2000元的停車費 也讓大家實在有點停不下去 很貴 很驚人啊 是真的比較高啦 來臨體的民眾看到價錢 也都嚇了好大一跳 春節期間停車價格多少都會漲價 只是沒想到一口氣竟然翻倍 漲這麼多 一般的話都100多塊嘛 這個是不可思議 原來這裡是高雄延程一處停車場 過年期間除夕到年初五 半小時50元 但當日最高就要2000元 而實際比較附近其餘停車場 則是半小時35元 當日最高250元 整整差了8倍 難道真的是業者趁機要賺一波春節財嗎 附近有市場 就是一次就可能擔用這麼多貼 客人他通常兩三個小時就離開 2000塊停車他們是就不少 業者也無奈回應 往林郭林一旁市集攤商的 車停進自家停車場 一站就是好幾天 加上遊客通常都是零停 不太可能找到上限2000元 權衡之下才會調漲費用 50我覺得可以接受 因為過年還可以 全日最高部分經協調業者 每日最高收費為1200元 天廠業者早在年前 就提出漲價需求並無違法 如今經過微調將降為1200元 畢竟平日停車費一個月 2000元的行情如今變成一天 民眾看見難免都會倒抽一口氣 陳平準對明告差不多 有網友日前到日本旅遊 在機場看見行李箱 從行李轉盤被拿下來之後 地勤人員很貼心 按照顏色排列 但是有旅日的台灣人則是看到 一群台灣旅客在日本的電車上 把行李堆滿了走道 影響到其他旅客的進出 甚至還在車廂內大聲的喧鬧 從自由席跑到指定席 隨意入座換位 讓他痛斥 真的是丟臉丟到國外 出國到日本旅遊搭上電車 前往各大景點快速又方便 但有旅日的台灣人PO文抱怨 說他當時搭乘飛驮特級列車 從高山要往富山的方向 途中有一群台灣旅客 嘈雜半嘴嘻笑打罵 座位還換來換去 被車長要求補票 這讓他忍不住戴上耳機 想要逃離這熟悉的家鄉味 網友看了也紛紛留言 引發討論 並沒有惡意 因為只是我們的習慣 生活習慣不一樣 但是有可能會造成人家排擠 實際詢問PO文者 還原當時狀況 他表示當時這群台灣旅客 不只把行李堆滿走道 影響其他旅客進出 而車廂最後一排 只有狹窄的空間 也堆滿他們好幾件的大行李 甚至有人從自由席 跑到指定席 隨意入座換位 加上小孩尖叫 父母呼喊聲 讓他痛斥 這群人真的是當自己家 出國入境隨俗 但這樣的畫面你看過嗎 有網友日前到北海道 新千歲機場 看見這行李全按照顏色排列 讓他直呼地勤人員 實在太貼心 也有網友說 這在日本發生 不意外 畫面好療癒 行李箱好找多了 強迫症 覺得舒適 還有網友發揮創意 說這是以色列行李箱 但有人則認為 可能會增加拿錯行李的機率 也有網友調侃 薪水給得夠才會發生 我覺得蠻可愛的 很整齊吧 療癒的感覺 知道你行李箱哪個色系 療癒的行李排列法 在網路掀起討論 也成為日本機場 另類美景 這裡蘇伊辰建國 台北採訪報導 我也是一樣的 這次有個電話 很久 有請你 說 這次有個電話 在網路採訪 這次有個電話 在網路採訪 是 有個電話 可以 用 打開 打開 打開